決定根據通識科的課程中指和目標 我們會增減課程的內容 鞏固知識的基礎 優化教材和考試安排 也會冠以新的科目名稱 目的是為學生創造空間 我們的決定重點是包括 第一,保持科目作為必修必考 公關考試我們只是設合格與不合格 希望可以釋放考試的壓力 我們會定名一些重要的學習概念 加強知識的內涵 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 我們會重整 也會三減一些課程內容 包括課時 大約是原有內容的一半 釋放空間給學生去學習 也不設獨立專題研究 減輕私生的工作量 我們會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積極的態度和國民身份認同 學習國家發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也包括法治 提供內地考察機會 令到學生可以親身形式國情和國家發展 最後我們會為這科設立適用書目標 即是有審批過的假科書 作為議中文就一張 簡介是一張